看一下今天晚上徐文港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就已经开始堵了吗 他们都在外面堵车 反正也买不上票 1月14日凌晨6点 我今天晚上洗完澡 一觉睡过去 头发都是湿的 进水楼台新得月 昨晚就把车停在了检票口 睁开眼睛第一件事 现在往上买票 今天的票一张都没有了 只能买15号早上11点的 房车的收费是按小车算 连人带车415 趁着没人赶紧去把票去了 下车的时候感觉车后面有人 握拳吓我一跳 一大爷在练太极呢 现在外面的雾这么大 也不知道今天轮渡的是什么情况 不到两分钟就到了取票口 不排队的感觉真真的好呀 什么情况 试了好几次 换了好几台机子都取不到票 算了吧 反正明天早上才出发呢 晚点再来 回去补个回笼叫 早餐咱就吃素 姜就下得了 香飘十里 隔壁车友都馋哭了 天气这么好 时间这么多 干点啥好呢 去把咱的煤气罐存完 然后把油夹了 哎呀找个地方去摆烂算了 就我跟别人走的路不一样 把工作人员都找过来了 车子过轮渡是不可以带煤气罐的 路边有很多饭馆都可以寄存 不过要收费 价格呢可以去谈 我跟老板娘磨叽了很久 50块钱可以随便放多久 回来的时候还没多少车 正好可以赶个早搬船了 身份证呢 我的身份证到哪去了 没有身份证 我怎么取票啊 就我这样还出门 这两年没把自己丢掉 也是万幸 我今天到底能过海吗 帮我想想办法吧